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焦 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梦 这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他的新时代的说法 我们重复过很多次了,对吧 新时代否定了毛泽东的旧时代 他要走出全新的概念 而新时代的概念他提到的是中国梦 那我们在节目中我强调的一点 享用200年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党文化 来恢复5000年 有历史记载的3500年到4000年的中华民族传统的生命文化 人性文化 那就是杂种 那是地地道道的杂种 对吧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要仰仰仰仰着中国人 要仰仰着人的传统的信仰 和生命的真实 谁侮辱人的信仰 那就是侮辱每一个人自己的灵魂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推出的 今天习近平大权在握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习近平个人的人性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习近平个人在未来有限时间里面的人性的选择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当你获得权力的时候 你自然面对 我记得很多朋友说 说石潮你对习近平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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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习近平如何如何如何 我们说过看到的是他对人的态度 对生命的态度 对吧 这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跟大家讲 我也跟大家讲过 十九大纪事召开是完全不同的 十九大开完了 政治局常委产生了 军委产生了 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他否定了10月18号 2017年10月18号以前的中国 当他把权力以任何一种方式获得到手中的时候 他将他把自己放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筹码上 称多少 他不能成为圣人 他就是魔鬼 他没有选择 习近平没有选择 不能成为圣人 就是魔鬼 为什么 这里取决于信仰 生命的态度 生命的态度 因为他在现在 不会不能够有任何借口 我们在节目中 我也跟大家讲过 原来我们可以说 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在对抗他 十八大 江泽民获胜的 整个国家权力系统在对抗他 那今天之后 在有限的时间里 他必须过度 因为他权力在他了 权力在他了 那我们谈到这种邪恶 生命的邪恶的角度来讲 英国的金融时报 两个星 两个小时之前 写了一篇文章 英文的 我们以英文为主 我看着英文 跟大家说中文 今天的中共政权 更倾向于 就又回到 个人崇拜的邪教之处 又回到了 一个 又向走回头路 这么讲 中共的中国 在走回头路 重新回向那 个人崇拜的邪恶 邪教之上 个人崇拜的邪教之上 它是指 把一个人当成神来崇拜 这是邪恶 把人当成神来崇拜 这是邪恶 那这就是邪恶 在西方世界 必须警惕 今天北京 正在出口 就是正在 专营它的 这种 专制之模式 有一种 一直有一种说法 对很多西方国家认为 一个国家 越富裕的时候 那它的 会逐渐恢复人的 正常信仰 会尊重人的信仰 这是西方的文化中 大家认可的一种说法 但今天在 共产党的中国 是个明确的例外 十九大结束 那这个 十九大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 共产党的中国 越来越独裁 而完全 违背于 过去四十年来 走过的路 这里他说的应该是 七六年之后 毛泽东死了之后 他今天 习近平选择的 与邓小平 完全不同的道路 所以他是一个独裁者 变成了独裁者 这是在 在共产党的框架下 被人们 完全的 被人家完全接受 他说习近平 习近平打破了 过去几十年来的规矩 那他把 所有的权力 中共高层的 所有权力 完全集中在 他的手中 完全集中在 他的手中 去掉 废除掉 继承者 胡春华 没成为继承者 孙政才被抓 自己被选 他把自己的名字 放在了中共党章当中 49年以来 只有毛泽东 才曾经这么做过 那76年 毛泽东死了之后 没人敢做 习近平做了 所以习近平成为了 40年后的一个 新的毛泽东 我跟大家讲过 中国的未来 取决于习近平 对自己人性的认识 对生命的认识 在习近平的 做法当中 一举摧毁了 中共在过去时间里 就是 邓小平从76年 77年开始 逐渐建立起来的 这种中共权力的 更替的制度 摧毁了邓小平的 所有留下的党的规矩 重新恢复了 他自己独裁的权力 在习近平的权力中 包括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和这个 和这个 中共的 和中共的领导人 和中共的领导人 他说 在这个三个 在这个三个职务当中 只有国家主席 有一个限制 就是时间的限制 其他都没有 其他没有 很少人有人认为 他说现在很少人认为 习近平会在五年之后 放弃对党和军队的控制 放弃对党和军队的控制 也就是说 他是独裁者 那习近平巩固自身的权力 对全世界来说 他是 对全世界来说 同样是至关重要 因为他自己把自己定位 是反西方的 就不搬 不搬过西方的政治 那他要遵循的 是中共专制制度 中共专制制度 而这种制度呢 在他 在习近平认为 超越了西方制度 在他的报告中 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 那 作为英国金融时报 是世界上 数一数二的大的 这种专业媒体 那他经常发表 有关中国的文章 在有关中国政治 有关中国人们社会信仰 他有着他相当 具有这种 经典性的说法 所以这篇文章 我们看到这 我们能够感觉出来 他是相当 对习近平独裁的做法 他是相当有看法的 他说 在当年冷战时期 毛泽东呢 曾经向第三世界出口 这种革命的概念 武装革命的概念 那是毛泽东年代 在毛泽东的这种死后 毛泽东的灾难之后 那他的继任者 支持邓小平 更倾向于西方的 尊主于社会 尊主于思想 而在习近平认为来讲 今天西方的社会价值观 在摔板 中国必须把自己的价值观 拿到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力 习近平要求自己的 习近平要在他的控制之下 建立起能够打胜仗 打硬仗 打胜仗的军队 他一路一旦 要筹集大批资金 从而打算增强自己的软实力 但是他的说法 吸引力 他的一切概念 对世界范围内 缺少诱惑力 缺少这种 缺少诱惑力 而在中共的内部 有着他 就中共党 党的体制本身 有着他内在的 在社会中 在这个整个民间社会中 有着和包括这个 在世界范围内 他是指中国的 中国人 海外中国人 有着他非凡的渗透力 和颠覆能力 非凡的渗透力和颠覆能力 来满足这个习近平的野心 他这么说 呼吁他也希望中国 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 包括像体育和娱乐大国 以此来吸引全球的观众 全球的观众 他说为了中国人能够 能够有着某种参与 其实这是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他是英文写的 他讲说 实际他说意思 中国要参与到世界的 在世界范围内 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在西方社会中 没有被西方引起注意的 就是中共透过了 他的软实力 透过他的钱 在影响着世界范围当中 人们的思考 他说更令人邪恶的 更要引起人们关注的 遍布全球500多所大学校园里面的 无所不在的孔子学院 这是中共政权 利用他的控制力 利用他的金钱 利用所谓的学术交流 对西方社会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的渗透 那在这个作为一个 他以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说法 在世界舞台中将有更大的影响力 那影响力 那在这种规模更大的影响力的概念下 钱是推动一切的 我觉得 我觉得他 英国金融时报很有力度 他说要明白 习近平在上台 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他所推动的 他所倡导的 他所推翻的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在美国在西方 所崇尚的民主之路 以人家英文为主 我只是看着英文来说中文 可能有些地方没有那么准确 但这里面他提到的就是文化渗透 提到了习近平对西方社会价值观的 民主制度价值观的 直接的否定 然后用习近平用他自己 在中共党内塑造的形象 在共产党的中国控制之下 营造出来的个人的形象 来塑造自己伟大的概念 那在金融时报的眼睛里 这就是协调 这是邪教 因为他是以钱 以欺骗 以共产党的欺诈的手段 作为开路 而不是以人的灵魂 不是以人的灵魂 所以这是我这期节目一开始 我跟大家说了 今天习近平控制了中国 他的未来取决习近平对人性的理解 反过来习近平如果对人性 是以侮辱的话 所有的罪名都在他身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